不少民眾愛咖啡廂 每天都要來上一杯 有的人特愛冰咖啡 卻有人因為冰咖啡動怒 有網友臉書po文 在連鎖咖啡廳看到有消費者 咖啡都喝完了 竟然拿杯子到櫃檯 咆哮質問店員為什麼冰塊這麼多 店員表示這是正常的量 消費者也沒有要求要去冰 沒想到在消費者惱羞成怒下 又多拗了兩杯咖啡 如果沒有告知到的話 我們的消費者自己要吸收 這麼做的客人 是比較稍微有點無恥一點 可是服務人員應該也要問 本來就是 雙方都有不對 民眾為服務業打抱不平 咖啡店回應當天狀況 店員印象不深 通常冰塊量都能客製化 如果有特殊要求也會盡量滿足 其實咖啡都有完美秉立 冰塊多少都有一定份量 要有一杯好喝的咖啡 除了咖啡豆冰塊也不能馬虎 秤重180克這個比例和咖啡豆 能蹦出最佳風味 因為我們要固定品質的話 納稅分比都固定的 所以在去冰跟少冰的話 就是另外再把冰塊另外再倒掉 好喝的咖啡不能破壞完美比例 要去冰或少冰都要用過濾的方式 減少冰量 不少店家也有比例上的堅持 但只要事先要求 咖啡店通常都盡可能滿足消費者的喜好 買賣雙方溝通到位 才能花錢又能得到享受 既有黃家瑋 張丁萱 台北報導 然後我們要到處理一下 如果生成活店 就可能要去清洗機 那麽然後我們要分架 納稅